也不是說話 好 下一個 那再按一次 有七成左右 跟各位報告 這個都是全國的rendered server 有效抽樣的電話訪問 我想它有絕對的代表性 台灣的青少年代有七成 在用年的時候有主婦照顧的經驗 所以我說 這是我們在推待見方案 有緣於西方的一個很好的利益 下一個 那阿公阿媽怎麼看自己 以前他們認為罵床說 低假昏 天經地利 可是越來越多的阿公阿媽說 我當舊母隊就好 那我們注意一下孩子覺得 阿公阿媽是歷史學家 所以我們在代見方案的時候 怎麼樣透過方案來促進家族的傳承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議題 而且各位特別注意到 有將近六成的孩子說 他是親子喬臉 我們在推待見方案的時候 可能要相互提醒 我們不是鼓勵 把阿公阿媽抽離出來 把孫子女叫出來 全部人都隔代 他基本上是一個 在家庭的 context 以下的世代運動 所以如果我跟爸媽講不清楚 爸媽管我生氣了 阿公阿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中介手 對某些家庭來講 孩子也認同 他是喬臉 下一個 那但是喔 以下這兩條TT 就是讓我們一直要 極力推動的邊緣 我們會說 過去一年內 你跟祖父母有沒有運動 那你有沒有常聯絡 大概我們看起來不同住的人 他其實大概 一百個人沒有將近四十 三十六點多 他們在過去一年內 一個月都沒有見上一次的命 那你可以想像 我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一個 孩子說 我很忙 台灣的青少年 我的兒子告訴我 我不在學校的時刻 我只在兩個地方 我說哪裡 我說在五行班 或在五行班的路上 所以 你要怎麼跟祖父母互動呢 那當然 他也覺得祖父母好遠 然後他也覺得很忙 所以怎麼樣 有更多元的策略 擺進到待見的方法裡面 也許我們沒辦法說 要記得孩子 記得祖父母 用實驗的 用研究的 都可以看到我們今天 很多的研究發表姐 你都可以想像那個活動 好辛苦 可是如果 我們可以透過比較好的 家庭活動 我們常常在唱黨 今天我們IWC的代表在這裡 去年他們一年 在母親節的那天 他們就喊了一句話 要把愛情出去 各位每一個孩子 誕生的時候 祖父母就會誕生 祖父母這個角色很誇張 我要當祖父母 我自己沒辦法努力 我要拜託我的孩子 所以它是一個背負你的 所以當我們在慶祝母親節的時候 把阿哥爾換腰帶 三在一起 不要只有吃飯 說說我們的家族故事 它就有一個非常自然的場景 可以提供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部分 年輕世代 對於老化客反向是存在的 我問他請問幾歲是老人 我們竟然有調查的孩子 告訴我們說39歲 所以我們在座都高手了 所以 但是這個科改印象 學校教不來的 台灣的學校教育裡面 我們教什麼 考什麼 還是考驗什麼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品格 是用韓勇而來的 下一個 那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從05年列舉 一系列的教育方案 剛剛也提到 怎麼樣讓家庭教育中心 樂齡中心 他可以抓到那個美感 樂齡的活動 待見的活動 並不是把老的想法擺在一起 老人是意志性的團體 剛剛展輝聽到RSVP 教育程度高一點的老人 他可以做什麼 家庭的主婦可以做什麼 病弱的可以做什麼 有農業鑽場的 各位知道什麼叫五米樂嗎 我問過孩子 這種道就是要收穫 為什麼五米會快樂呢 它是我們農業裡面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農民家族 農夫說 聰明吃公米 公米吃天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農民家族 可是如果孩子是要去學重道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待見方案是手段 又是目的 今天我們要把我們 跟孩子擺在一起 要促進的 如果是家族的情感 那當然要有血緣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希望 他們尋一些原理的策略 那OK 有專長的腦癮事態 可能相對於事 所以待見這個議題 事實上有非常多的策略 必須要仔細的規劃 不能混為一談 好 那我想最後要跟大家提到 是從08年教育部開始 從我和我的主父母 倡導不只同樂 活動有趣 下一個要購學 因為這是教育部的經費 下一章 到09年的時候 我們倡導 主父母最快樂 Joy of grandparents 到今年 吳部長開始盤出 第8月的最後一個禮拜 大家要跟主父母相聚 好我想他有一個階段性的發展 好 那最後 下一章 如果我們可以說 他有發展性的一個挑戰 待見方案最初淺的 把不同年齡才能擺在一起 當然我們期望從老無老 從祖孫開始做起 接下來元素裡面除了同樂 一定要有相互學習 老的交小的 孩子告訴我 他不過是我們老師老一點而已 好 所以怎麼樣有那個互惠共學 我教你 你教我 孩子有成就感 老人有一個創新的感受 到情感的 品格的 甚至未來我們覺得高齡的社會 也是年齡共享 好 下一個 那如果你問我 好 我們常常用這個圖幫很多的團體來解釋 活動的元素 是不是齊備 各位可以看 互動同樂 我就問有沒有 增進情感 分享溝通 我們就測有沒有消米代工 互動共學 我們就問 文化有沒有被傳承 孩子有沒有用文化來反哄他的主父母 你教我五米最快樂 我告訴你 現在有有機的農業的概念 他要相互學起來 於是代金並不是只有老嬌小 或是小嬌服務 代金重要的是那個inter 雙向的概念 那如果我們從祖孫 從家庭裡面做的祖孫 譬如說他是家庭教育 從學校裡面做的祖孫 他可以是樂嶺 可以是學校教育 當然我們也可以從社區裡面 透過跟RGO、NPO的合作 那所以 如果我們從祖父母的議題 往高齡的議題做 那麼也許我們有一天 我們可以說 老無老跟人之老 他不是理想 他是一個可以透過教育 搭起來完成的願景 那 最後跟大家提到的是 這個我想 新加坡跟我們應該都一樣的一個想像 新加坡政府提出一句話說 要讓新加坡成為 the best home for God the best home 每個人在這裡安心立命 那我想台灣也開始朝一政策 那把教育跟服務 但是容我提醒 也互相提醒 我們的內政部在處理老人愛人 老人服務 我們的教育部在做老人學習 這兩個東西可以攜手 但要各自地位清楚 在祖父母節倡導的過程中 內政部也跳出來問 我們有重陽節啊 為什麼還要跟祖父母節 後來我們說服他是因為我們倡導的是代見學習 互惠共學 這個是迪根斯的一句話 他說這是最好的也是最壞的年代 我們祝大家長逆百歲 可是成幾何時講到高齡就越不問 我們希望高齡他永遠都適合人生 下半場的美好黃金年代 謝謝